意思是说呀,这大将军王啊,颠儿吧颠儿吧颠儿的,从这个西北啊,跑到北京,给这个大秦皇帝的子宫磕完头之后啊,别在北京待着,穿一身笑袍子,挨着手灵扶灵啊,没你的份儿,去走,上尊化皇陵,这大秦皇帝的警灵啊,那儿等着去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场,听我一个人啊,挨着给您穷摸的 哎呀,今儿这嗓子呀,他有点不舒服,所以说呀,这我得挪着劲儿的给您讲,您呢,就得凑合着听 所以说呀,我在这儿先给您鞠个躬,您多抱恨了 今天咱们接着讲啊,这孝宫人皇后和雍正皇帝的故事 康熙六十一年,这康熙皇帝啊,在直立顺天府京师畅春园的清晰书屋,家崩了 临死时啊,这老皇呢,他有遗言,他说呀,这皇四子雍亲王印针,人禀贵重,身销正宫 想来是啊,必能克成大统,着急阵登基,即皇帝位 随着这遗诏的班刑啊,轰轰烈烈的九子夺嫡,第一回合,算是拉上了帷幕 因为这老皇说了,这皇位他是有主的,我的接班人呢,他就是老四雍亲王印针 那垂涎着皇位已久的这个大阿个印之,二阿个印仁,三阿个印旨,八阿个印四 以及这八爷党的九阿个印堂,十阿个印俄,还有啊,这个在外领兵打仗的亲命服院大将军王 十四阿个印提,随着这道遗诏的班部新王登基,他们心中的皇位梦想全都破碎了 黄四子,庸亲王,爱心觉罗印针,成功的杀出了重围,顺利的继承了皇位 这些昔日的竞争对手啊,看在眼里呢,是急在心上,他们哪能甘心的看着自己失败呀 于是啊,什么继位不正,弑君谋逆,等等等等,这些个谣传呢,从紫禁城里向全国就飘散开来 那么现在这会儿,这雍正皇帝的亲娘,这德妃娘娘乌雅士,她是什么态度呢 按说呀,这乌雅士现在呀,应该是高兴才对 作为前朝,一个普通的妃子呀,自个儿的儿子当了皇帝,那该伸开腰了 因为按照大清的惯例,一旦这新皇登基,那么自己的嫡母,也就是前朝皇帝那个正宫国母皇后啊 就会被上尊号为母后皇太后 那么这个亲娘呢,就会被上尊号为圣母皇太后 那么这德妃娘娘,她是雍正皇帝的亲妈 到了这会儿啊,就理应被尊为皇太后 这会儿啊,出刹头了,这清史稿,世宗实录里是这么写的 此时,子宫大事正在举行 诸王大臣提先帝之心,各书中捆 于是,诸王大臣复原据典礼 那这句话上边的几个意思啊 这句话的意思啊,是说呀 这大秦皇帝刚刚驾崩,正是庄国入殿的时候 这子宫事宜啊,还没有忙完 不过呢,在期间呢,必须要干一件事 就是啊,上后宫 这皇帝带着文武大臣呢,到这永和宫当中 就是德妃娘的请宫啊 请求啊,给这德妃娘娘上尊号 也就是说,打今儿起,您呢,就不是德妃了 您呢,就是大清国的皇太后了 您呢,也不能再住在这永和宫当中了 您呢,得移宫,移到这个老太后该住的宁寿宫当中 有谁想啊,这德妃娘娘就只一句话 就把这满朝臣宫和自己这皇上儿子给干这儿了 这德妃娘娘说了,亲命无子继生大统 十非我梦想所欺 故而啊,决意从训,不饮不食 好家伙子里,这句话里的信息量可大了去了 那他说的什么意思呢 他说这个先帝爷呀,让我儿子继承了大统 当了皇上,这实在实在的是我没想到的事 我呀,也不当这个太后 我呢,也不想移工 我就想着呀,我干脆我死了算了 我追随先帝爷儿去,就算完了 那一听这话,这满朝闻我的苦苦的哀劝 这皇帝呢,也紧着磕头 可是终归呀,这太后啊,还是没班 哎,算勉强的呀,吃了饭了 雍正皇帝在他写的这个回忆录啊 大义绝迷录当中,就曾经这样写过 他说那会儿啊,他对着这个想重训先帝爷的这个自己的母后啊 曾经这样说过,他说这个皇考以大事,一副冲仁 今圣武若执意如此,臣更何以占一,将何以对天下臣民 以为以身相从而,就说呀,这您先别死了 干脆呀,儿子呀,先死得了 这样啊,才劝住了他妈妈驯夫的念头 可是就这样,这皇上还是不放心自个儿的亲妈 于是呢,这每夜武更,必轻易招人殿 降闻内奸,得知母后安寝镇,使回瞻次 那么说这乌雅士娘娘得妃 也就是啊,现在咱们这位皇太后 那这么闹,他总得有个由头吧 当然了,这乌雅士如此跟着皇上闹啊 无非是两件事,他不顺心 第一件事啊,他担心的就是他那个心尖子 他的十四皇儿,在他这说呀,就是他的二儿子 亲命福远大将军,爱心觉罗,印提 不过这会儿啊,应该叫做允提了 因为啊,要避皇儿的会 这雍正一纪位啊,把兄弟们的名字 这个印字全改成了允 虽然啊,这老四老十四都是这乌雅士的亲儿子 可是在九子夺嫡当中 康熙皇帝在世的时候 这二人啊,是后妻互相最大的竞争对手 因为那会儿的八个呀,已经啊,坏事了 有人说这乌雅士啊,他认为 自己这个小儿子心尖的印提 能够继承大统 谁想到啊,这十四儿啊,带兵在外 让这老四轨迹多端 他占了心机,得了皇位 于是啊,他就给这老十四抱不平 所以说他仗着妈妈的势力啊,才在这个皇帝儿子跟前啊 这么蛮横不讲理,这种说法您信吗?哎,我是不信 还别说他一个普通的妃子了 就是正宫的国母皇后 在这皇位继承人这个问题上 清朝 也得是干瞪眼看着 一句发源权都没有 从这开始算,又过了几十年 这清宫里出现了一档子事啊 那闹得是天下皆知 轰轰烈烈 那就是乾隆皇帝的季后纳拉氏 要染指皇位继承这件事情 被乾隆皇帝给废了 要不是因为下雨冲塌了坟营 到现在也没人知道这位季后被乾隆皇帝埋在哪 到了这乾隆朝啊 咱们还要大说特说 在这儿咱就不死就白咧白出了 那德飞他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说呀,你要对你的亲弟弟好一点 虽然说呀,他跟你争夺过皇位 暗地里使过绊子 不过老四呢 你现在呀,已然是这一朝的人亡地主了 你说你把你这个义乃同胞的亲弟弟 从西北骗回来夺了他的军权 你倒是给他一个王爷当当 那不是亲王,那也得是郡王吧 你瞧了吗 是神马封号也没有 大将军王呢 也无非就是带兵打仗时候 一个临时的虚名 到了北京城之后啊 他还仅仅是个辈子 你们两个呀,可都是娘肚子里爬出来的孩子 你这样做 你不是连亲妈的面子 他也不顾了吗? 那要说这允提,老十四是从西北给骗回来的吗? 哎,反正是连吓唬带骗吧 这青史稿啊 列传七,诸王六里记载 世宗继位,遇总理王大臣曰 西路军务,大将军任职重大 但于皇考大士若不来京 恐于心不安 诉行闻大将军王迟疑来京 允提志,命留警灵待大忌 您听了吗 这句话他可有意思了 说这个允提在西北打仗啊 关系重大 但是这爸爸死了啊 你不让他的亲儿子回来吊丧来啊 那他这一辈子心里啊 恐怕也安生不了 于是这皇上说了 赶紧啊 让这大将军王回来吊丧来 您瞧了吗 这会儿的雍正啊 还称呼他这十四弟为大将军王呢 因为这十四弟在西北还有十万大军 他还没回北京呢不是 到了北京怎么样了 哎,到了北京之后 他干让这自己的十四弟 去尊化皇陵大型皇帝的景陵那儿 看坟墓 过两天呢 文武臣公和镇公我 就会护送大型皇帝的子宫到那儿去奉安 你就等着 到了奉安的时候啊 咱们在那儿啊 有大的祭奠活动 这句话呀 让我这个现代人听来呀 都觉得多少的有点丢人 有点浑了蛋了 意思是说呀 这大将军王啊 叮吧叮吧叮的 从这个西北啊 跑到北京 给这个大型皇帝的子宫磕完头之后啊 别在北京待着 穿一身笑袍子 挨着手灵扶灵啊 没你的份儿去走 上尊化皇陵 这大型皇帝的景陵啊 那儿等着去 等什么呀 等过两天呢 我们这帮儿子呀 护送着爸爸的灵鹫 到景陵奉安以后 咱们呀 要搞一个大型的祭祀活动 那这老十四就琢磨了 那早早班班的 让我上这儿干嘛来了 哦 合着就是为了让我 以后 看坟 您想想 他这亲妈 能不心疼吗 所以说呀 这德飞娘娘闹啊 无非是想给这个老十四 自己这个心劲啊 争取个好地位 这是乌亚氏 跟雍正皇帝大闹 原因其一 那其二是什么呀 这其二啊 就是外戚 这乌亚氏觉得呀 这个康熙皇帝 驾崩以后 雍正皇帝一登基 对自个儿的娘家 也就是皇上的亲舅舅 亲老爷们呢 那也是很不公 《清世宗实录》里边啊 就这样记载着 这雍正皇帝刚一登基 他就给内阁发了一道圣旨 他说这个龙科多 从此以后啊 在内外行省的公文当中 应该称呼为舅舅龙科多 与总理事务内大臣 不均统领龙科多 总理事务 那这龙科多是谁呀 我想啊 不用我多介绍 这龙科多呀 是孝仪仁皇后的亲弟弟 这孝仁仁皇后算起来啊 算得上 是这雍正皇帝的养母 这原因呢 上文书啊 咱们说过了 不过这样的母子关系呀 要我说呀 只能勉强算得上 是养母子之间的关系 可是啊 就是这样的舅舅啊 您都弄成了总理事务大臣 可是您的亲舅舅呢 要说这雍正皇帝啊 对他们一点封赏都没有啊 那是亏了心了 对这些个舅舅啊 他也有封赏 雍正朝 满文诸批奏折全市 里边是这样记载的 散之大臣舅舅白旗等奏 蒙皇太后之父皇上红恩 我族聚准入旗 其中啊 六品官一人 七品官一人 蒙古护军校七人 左领二等侍卫 颜德 以及原在整皇旗 包一左领时 至笔帖士三人 皆为成恩之人 您听了吗 最大的官 二等侍卫 四品 这跟那龙可多 那官居一品 那红山湖顶子 哪比的呀 所以说这 也是这皇太后 心里不宣奋的 其中原因之一 那么这雍正皇帝 他向妈妈 服软了吗 嗨 这雍正皇帝啊 有多重性格 但是啊 在这多重性格当中 唯独没有的 就是服软 这个词 事呢 也就这样了 暂时啊 您不是已经不打算殉葬了吗 这慈宁宫啊 不去不去吧 您愿意住永和宫啊 您就挨着住着 至于这皇太后的尊号呢 您不愿意要啊 您不愿意要也没转 您是我妈 她理所当然 她就是皇太后 一直到这德妃娘娘崩式 清代的官书当中 也只能是 你上徽号约 人寿皇太后 也没写过 上册徽号约 人寿皇太后 您瞧这老太后啊 她也是够较劲的 那有人说 这场母子战争啊 她总算老太后 有一二事啊 她是赢了 到最后 这太后 不是也坚持 没搬进宁寿宫吗 对 活着时候啊 是没搬进去 太后刚一咽气 这皇上就命人啊 把太后的灵鹫 搬到了宁寿宫 停灵十五日 您瞧了吗 这娘俩 她真是亲娘俩 脾气啊 没一个正路数 有人说 就因为皇太后 得罪了皇帝 给这皇帝啊 无数次的下不来台 所以说呀 这雍正就记恨上了妈妈 没出当年就弑母 把妈妈气死了 说这德妃娘娘 是跟着皇上生气 吵着吵着呀 就撞柱子身亡了 要不见 怎么能头天说有病 第二天 人就没了呢 其实这就有点 强词多理了 哎 这个现代医学 都拦不住人死 更何况古代呀 这就是雍正皇帝 跟这个仁寿皇太后 一小段故事 精彩回目啊 咱们就在明天 我是每天在这 坚持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对我的支持啊 那是我能持续挨着更新 为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天不早了 咱们呀 明儿见